好久不見了啊大家 是不是都忘了我 看我頭髮都多長了 我有看到一些熟面孔 那小哥你好 腿部一下不能拍 欸 不能 好 我看這四站的停車 格都很大 然後還有那個棚子啊 就是遮陽臂 這裡呢就是我們著名的苗栗 銅鑼科學園區 男生呢會覺得這一站滿不錯的 環境算滿優美的啊 然後充電樁也非常多樁 總共有十位之槍 好啦我來跟大家打招呼一下 哈囉大家平安我是老婆Ruthy 為什麼妳今天這麼溫柔 妳記得上一次我們在嘉義水牛那邊 拍超窗公道部 妳可不是這個反應欸 就我朋友跟我說 那可能是因為我 就是我懷孕前 特爾蒙影響 所以我才容易暴怒 然後就很容易就是很低落 我那時候還不知道我懷孕 請問要跟我下車 拍超窗公道部 不要 為什麼 我剛剛這樣在車上自卑 妳很漂亮不要在那邊鬧 閉嘴我漂亮也不幹也是 妳現在也蠻常這樣子的啊 哪有 我不會讓很脫吧 很脫吧 好啦 那我們可以下車拍超窗公道部 可以 那我們就跳一下 跳一下 好老派喔 好跳3 我不能跳啦 還321真的耶 阿妮呢 要不要跟大家打招呼一下 好久不見了啊 大家是不是都忘了我 看我脫毛多多長了 我有看到一些熟面 叫什麼名字 叫什麼名字 不用講了不用講了不用講了 沒有要給妳便捷的企劃 來老婆跟大家解釋一下 超窗公道部這個企劃是幹嘛的 這企劃就是我們要走遍 台灣各個的充電站 我們盡量好不好盡量好不好 就是我們要幫大家嘗試說 欸我們到這個地方 它對於大家通勤來講是適合的 畢竟目前電車啊 我們要充電其實要花的時間 客觀來講都還比油車多啦 所以呢 大家如果想看特殊拉更多消息資訊啊 或者說看我們踩遍各個超窗不同的點 都別忘記訂閱阿卡 打開小鈴鐺 才會收到未來更多新的上片消息啦 那我們今天來的這個超窗公站 我是覺得蠻特別的 很特別的 我們先來插電好不好 我們只要一插電就能顯示出它特別的地方 來交給妳 你插啦我不要插啊 為什麼 因為我現在不舒服 那交給妳好 腿部一下不能拍 欸不能 來我們車子是CCS2的 所以要打上面這支槍 不會這麼難拔嗎 欸是裝的裝的 打個角度啦 是下面這個拔 欸它這支真的比較難拔 那讓妳插槍 好 好這邊按下去 然後最後把它插上去 好 會插嗎 可以吧 等到它變綠燈就可以了 這是妳第一次插電對不對 對啊 所以平常不會那麼難拔吧 這支槍特別難拔 我不知道為什麼 喔好 因為它很吸引 好那我問妳 妳是第一次跟我們來 變綠的耶 變綠的小綠啊 就是它最難拔 這有什麼好切的 妳很冷耶 對啊 好啦 這是妳第一次跟我們來超充站上充電 妳有什麼感想 就五秒鐘的事 有什麼感想 欸 欸等一下 啊對 妳自己也沒有加過油 喔妳也沒有開車加油 所以妳沒辦法理解 可是用想像的就可以知道 就是真的只是插上去而已 所以就沒有機會 哈哈哈哈 這有什麼 就真的只是插上去而已啊 那我知道來問一下 有一起拍過的超通光彈舞的人 我看啊 這站的停車格都很大 對 來來來 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站停車格到底有多大 我開的是Model Y Model Y其實 欸我個人覺得是蠻胖的一台車 我可以靠得很邊邊 這裡 來這樣子 然後門打開 來 妳還有這麼大的空間喔 我覺得算是很厲害 這個停車格真的很大 然後還有那個棚子啊 就是遮陽臂 這裡的擺設我覺得 它的建築很有風格很漂亮 難得看到超通站的充電樁 它是有在棚子下面的 然後還有一個重點是妳沒有講到的 就是妳有沒有發現 這裡的充電槍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我數一下給大家看喔 這裡呢 1234 5622 620 這樣那麼快 那妳就想為什麼這裡那麼多 這裡呢就是我們著名的苗栗 銅鑼科學園圈 這裡很漂亮 就是富田電機的外面 也是有風就是蠻涼的 還有一個最大的特色是 它所有的充電槍 都是兩槍 妳有沒有發現 因為特色它的車子有兩種不同的規格 所以妳看我們之前去什麼新時代 去什麼東山服務區 它都是單槍對不對 單槍批嗎 單槍的意思就是說 那我特定的車 我就是要挑充電樁 如果這個時候都跟我來一樣規格的車 是不是變成說造成另外的規格的充電樁沒有辦法充電 所以如果說這個充電樁 它是唯一現在有空位的地方 可是它就只有單槍這支槍的話 那這一個對我來說我就不能用 了解 所以它每一個機台都是兩槍 對 它這裡都是雙槍 這給妳拿起來看看嗎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我看有沒有那麼難拔 妳拔吧 比較好拔了 因為這個比較小支 那妳喜歡小支的還是大支的 我們單舊充電的彈性嗎 彈性來講它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對不對 對 但是有一個點 我已經看得出來了 就是廁所在哪裡 孕婦現在就是頻尿的狀態 每隔5至10分鐘我就要進那樣一次 好多尿有低幾滴也好 那我問妳又不會突然打噴嚏 然後露個幾滴 欸會咧 像是嚇到然後我就問 然後就好像是 因為好像會壓縮膀 好啦辛苦了媽媽好不好 你這種露尿的感覺是 我真的不知道 欸好啦我們找廁所好不好 欸旁邊有一個咖 有一個咖啡廳 應該廁所在咖啡廳裡面我覺得 化妝室就在旁邊的沖咖啡 把這個指標那邊去 這邊就是不停電機的一些形象牆 欸那你們看一下 在科學園區裡面工作的人 壓力 你壓力有這麼大嗎 就是沒有被你們看到這些東西 有啦廁所到了啦廁所到了 那你進去體驗一下 你是廁所風到風 怎樣怎樣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一種體驗就是 廁所門沒開的時候 你就會小心翼翼的 因為裡面是未知 大跟小都沒有 都mix在一起的 不行 因為他都是坐的 然後你知道女生坐 像我們在外面女生上廁所 我們不可能直接坐下去 我的話會直接辦 就是會 你們真的不會坐下去喔 我說外面上廁所 我是真的會直接坐下去的 嗯 可是那時候會習慣 真的有點噁 他的門就是又很近 所以你如果半蹬 你就沒有空間往前傾了 那我像孕婦大肚子又很大 我嚇到 我相信是特例啦 但至少從他外面的環境看起來還OK吧 我們單就外面的環境 就先不要去廁所 我們要不要進去買杯咖啡喝一下 所以一會早上又來這裡 哎唷 卡來 打擾啦 卡來擾屁啊 補給一下 然後這裡還有飲水機 欸這裡環境還不錯 就是一個小型的 這裡經常賣卡特王的東西耶 你看 好假的 這裡有賣這樣的東西 卡特王的時候在這裡有一個櫃位 好啦 重點 我們配信已經買很多了 我們買我們真的需要的民生用品了吧 他要檳榔耶 檳榔 真的耶 有白灰包葉跟紅灰冰糖 我要讓我買一個紅茶喝一下 綠茶就健康 綠茶 他要點餐耶 還是你要買一種直接菜單上的東西 你要我吃嗎 你拿看一下 25 好 謝謝 謝謝 趕快在綠燈碼跟你們借一下 給你終於千萬了 好 謝謝 不可能要為你買的乾燥 邊充電邊買東西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不然其實我們到很多超通站 是都沒有辦法買東西耶 你一定會想要停下來喝個飲料嗎 而且你不覺得他就是給你一個用餐的空間 好好休息的空間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是 真的是通勤累的人 這一站是可以考慮休息一下吃個東西的 但我不好意思我不是要擠這樣一條骨頭 那在講的時候我們可以先離開這家餐廳吧 好啦 那老婆 整體來講 我先以男人的角度來講 男生會覺得這一站滿不錯的 環境算滿優美的啊 然後充電裝也非常多裝 總共有12支槍 然後男生上廁所真的也沒那麼在意 再來就是買東西其實就 我覺得買個飲料就可以走了啦 就是如果我們單就這個點來講 這一站呢算是滿不錯的一個點 因為畢竟我們就來充電嘛 充電呢最主要就是怕被站位 那這裡槍這麼多 位置這麼多 你就不怕被站位 對我來講我覺得是滿OK的一個地方 但對你來講 你考完之後的點就很多對不對 就充電而已就是 就沒關係啊 本來位置那麼大那麼多支充電 你就不要去廁所就好了 那你呢 就在 車上等充電啦 不然那個廁所我無法耶 不過這邊還是提一下 這邊是苗栗的通俄科學園區 那其實從國道1號下來啊 大概從交流道到這邊要5到6分鐘左右 那我個人覺得不是一個特別近的距離 因為以往我們去一些交流道下面的草叢站 比方說嘉義的水牛 或者說我上次去的物風麥當勞Upower 其實是不是都是交流道一下去就到了 所以我個人會覺得既然是開1號啦 如果你真的有往下開的話 我會個人比較推薦水牛那一站 但沒有辦法如果苗栗呢 這裡剛好是你通勤王阪一個重點的地方 銅鑼這一站也是可以來的 因為它的牆真的很多 你完全不用怕說會跟人家搶位還是站位 苗栗的銅鑼應該有賣銅鑼燒吧 我怎麼印象中好像有 還有呢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這個銅鑼是那個銅鑼灣的銅鑼嗎 銅鑼灣子的一個號呢 我是說銅鑼字那個字是一樣的嘛 一樣喔 一樣喔 一樣 那銅鑼燒我要不要找一下 好啦 那今天這一集超人觀眾博人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如果你還想要看哪個站點啊 都歡迎在留言告訴我囉 那主要是什麼 就訂閱阿康啊 打開小鈴鐺 才能收到未來更多開箱以及新消息 拍照腿 一秒就好開 喔 不好意思我已經防禦 謝謝 對自己有自信一點 誰要你結論 對啊 好啦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 對 我們剛才一下交道的卻撩了一間 我覺得還不錯的客家餐廳啦 好 這邊分享一下照片給大家看囉 掰掰 那我們回家囉 我要去吃銅鑼燒啦 你要找銅鑼給我吃啊 你想吃銅鑼燒嗎 銅鑼的名產是銅鑼燒嗎 這位太太說這裡有銅鑼燒嗎 好啦 找一下好不好 Google 苗栗銅鑼燒 走了 掰掰 跟大家說掰掰 再си 謝謝大家 來吧